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 我是秦月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4月15号星期五 下面我们来看今天的主要内容 铁腕防疫措施下上海乱象评深 有执行者透露 上海许多老人 在养老院染疫去世 但当局至今隐瞒消息 还有消息传出 一名住在浦东新区的孕妇筛检阳性后 居然被强制隔离 关在轿车内持续6天 之后她在微博发文求救 表示肚子里的小孩就快没跳动了 日前徐汇区书香院小区的美林女士 向大纪元讲述了 上海蓝公馆养老院 今报大量老人病逝的消息 美林表示 14日的凌晨 灵车从兰公馆养老院一次拉走了两具遗体 基本上每次都是拉走两三个 已经连续两天 都是早上下午各拉走一次 美林说因为养老院对面就是居民楼 所以看得清清楚楚的 根据居民们自己拍摄到的视频 已经有15位老人去世被拉走了 这还不包括半夜临车进来拉走的 遗体大都被装进了黄袋子 有时候用担架抬出来 后面没有担架了 装湿袋就直接被扔在车上 对面居民楼里的住户一个星期都不敢拉开窗帘 产生了心理阴影 非常害怕 美林表示 目前兰公馆养老院老人病逝的人数正在攀升 应该尽快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地点 但社区居民们联合向居委会 12345热线各社报等打电话求助都没有人管 都在互相推诿 美林女士呼吁外界关注 希望紧急救援这些老人 同时也担忧 如果老人们得不到及时的救助 死亡率还会继续上升 与此同时 上海东海老人护理院也传出老人不断离世的消息 该护理院的一名医生透露 院内的老人基本都染疫了 仅仅是新大楼 每天就有一二十个人死亡 另外4月13号微博账户 缺个江城一样的人发文求救 他说自己是一名确诊孕妇 被隔离在私家车里面已经6天 迟迟没有接到疾控中心的电话 也没有人要接他去隔离 一天天过去 他说我车里的食物也没有了 天气也越来越不好 我快受不了 我的肚子小孩已经快没跳动了 大家救救我 救救我 文章在网络疯传 数万中国网友不断的转发 当晚孕妇更新境况说 已经被救护车接到医院 民间质疑为何会把人隔离在车里 更可怕的是 孕妇的家人竟然放任此事发生 人们议论说 这几天深刻的体会到了老百姓的渺小 千万别说上海像地狱 不不不 别太高估上海 4月12号晚上 上海松江区九复院小区 饿极乐的居民聚集要物资 大批警车到场 穿白色防护服的人员 列队叙事镇压 白卫兵没贴警察标识 但从站姿步伐一致来看 应该不是普通的防疫人员 中共清零政策引发的人道灾难 引起了国际关注 纽约时报14号发文 联香搭配中共领导人毛泽东 在三年大饥荒前发起的 大规模消灭麻雀的运动 这场破坏生态的运动 被认为源于中共的无知与蛮横 纽约时报说 中国现在有人担心 新冠清零政策 已经变成了又一场 毛泽东式的政治运动 其结果可能会让所有人遭殃 这篇报道认为 历史一次次的重复 而清零与灭绝麻雀的运动 之所以都能够在中国发生 是因为专制制度 会伤害其中的每一个人 报道说 中国政府以控制疫情为名 正在把新疆使用的压制社会手段 越来越多地用于全国的其他地方 虽然包括上海在内的许多人 正遭受中共高压统治带来的后果 但与武汉不同的是 已经没有多少公民记者 或者是大型志愿团体来帮助他们了 上海因为疫情封城已经超过两个星期 染疫人数虽然仍然在持续上升 但据中共官媒报道 截至目前重症死亡病例很少 几乎和流感差不多 虽然没有统计数字 但可以断定的是 死于苛震者的人数 要远远多于死于病毒的人数 同时因为封城的影响 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正在加强 除了对当地的生产和个人消费造成巨大的影响外 混乱还波及供应链 美国苹果公司的供应商停产 马自达的日本工厂也暂时停工 如果事态长期化 将成为世界经济波动的原因 上海市的GDP占中国的近4% 在国内城市中规模最大 中国统计年间2021年显示 上海市占中国出口额的比率为6%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吴慧玲教授对希望之声表示 他们为了想走这个政治和这个斗争 把这个经济牺牲掉 可以说它是一个平白的状态 原来这个中国经济就已经往下降了 而他自己发表的都已经5.5% 再这样下去的话 说要做这个内循环 可是这个就不大可能了 我想对中国还是进出口了 所以他们是共同呼吁 现在应该是共同贫穷 共同吃苦 而且他们现在很多都是在发展这个军事 是要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要做一些这样的控制 控制他们人民 这一些不管是言论自由 日经野村的陆庭指出 由于感染力强的奥密克戎病株的出现 中共动态清零政策的经济成本将提高 并认为在2023年3月之前 取消风控清零的可能性非常低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中共与所罗门群岛草迁的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流出的机密文件显示 中共有在当地新建军事基地的野心与企图 国际社会对此非常担忧 在这种背景下 美国正增加对所罗门群岛的外交接触 其中包括疫苗援助 报道指 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与所罗门群岛外交部长马内列 在本周展开对话 双方针对美国驻该国首都 和尼阿拉大使馆重开仪式交换了意见 谈话的内容还包括美国此前所说的 扩大与深化两国接触 报道还指出美国还向所罗门群岛提供了更多的武汉肺炎疫苗 最近几天所罗门群岛已经收到了52,650剂辉瑞疫苗 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表示 尽管所国当局宣称不会邀请中共建立军事基地 但此前的中所安全合作框架协议 仍然将为北京在当地部署军事力量打开大门 报道引述分析称 美国此番外交努力与澳洲近期的活动作为同步 为的是制衡中共对所罗门群岛的拉拢 以维护民主阵营在该区域的利益 4月12日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布美国国务院 2021年国别人权报告 央视随即在其官方微博称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 不料评论区一时间成为了央视大型翻车现场 布林肯在人权报告中 除了点名批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暴行外 还在长达90页关于中国部分的报告中 谴责中共政府在维吾尔人 及其他突厥穆斯林实施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对西藏系统镇压 侵蚀香港自治和基本自由等人权恶行 13日晚间 中共喉舌媒体央视 在其微博官方账号上发文 指称美国是全球最大的人权赤字国 要求美国拿人权手电筒照照自己 甚至还明显地未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报区 称美国以人权为借口 以制裁为手段 对他国施压威胁 消息被很多中共官媒转发 一度冲上了热搜榜 引发了中国网民们的愤怒 很多网民利用新浪微博审查的空隙 留言嘲讽央视对美国的指控 并列举上海封城下民众生活的惨况 江苏封县铁链女 及其他打击言论自由 权力不公等事件 批评中共官方将国内社会问题的危机 转嫁给美国 评论区炎然成了大型的翻车现场 北京资深记者高瑜对自由亚洲表示 央视翻车 这就是自食其果 挨过独裁铁拳的民众很容易清醒 俄军在乌克兰受阻外界担忧 普京可能会因此趋向极端 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认为 即使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迹象 仍然不能低估俄国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综合外媒报道 伯恩斯4月14日在乔治亚理工学院 发表演说时警告 现在的俄国好斗 而且正在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可能因为在乌克兰的失利变得越来越危险 他强调 即便没有显著的证据 但仍然不能低估俄国动用低量核武的可能性 14日当天 俄军进一步在乌克兰东部集结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脸书发文说 乌克兰特种部队几天前 在哈尔科夫地区发现了俄军的车队 当中包括轻装甲车四轮 GAZ猛虎 卡马斯军车和乌拉尔军用摩托 经研究判断 该车队是要到哈尔科夫东南部城市19亩 在得知俄军可能的去向后 乌国特种部队在车队必经的桥梁 埋设了炸药 带俄军车队上桥后引爆 成功地阻止了俄军的行进 连同桥梁和俄军车队一同摧毁 总参谋部还公开数张无人机拍下的画面 称乌方的这起行动非常成功 4月14号中国大陆多地在同一天出现了换日和日晕的奇观 有网友表示这是否预示着将有大事发生 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 4月14号下午17点到18点30分 河北省邢台市巨路线经线了环天顶湖 及换日奇观 持续了90分钟 在网络热传的河北邢台天空中出现换日奇观的视频中 有河北民众惊奇地表示 天空中出现了三个太阳 旁边不远处还有一个大的日晕圈 微博用户地热研究所15号下午发文 他表示14号当天 山西太原也出现了换日的奇观 山西境中出现日晕现象 河北邢台内蒙古赤峰也有同样的换日目击报告 而在14号的上午 江西南昌的天空中也出现了巨大的日晕奇观 多地在同一天出现这样的奇异景象实属罕见 换日这种现象在古代也曾出现 就是在天上出现了两个甚至三个太阳 最著名的就是古书中所提到的地遥时 时日并出的故事 在中国古代朝廷中掌管天文新宿的占卜之事 根据种种特殊的天象来预言吉凶 并告诫当朝的掌权者 古人认为换日这种现象是一种不祥之兆 预示着天下将要大乱 正所谓天无二日 人无二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天上不能同时出现两个太阳 一个国家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人 同换日一样 在古人眼中日晕也是不祥的预兆 日晕的出现预示着战争即将爆发 在古代 人们认为日晕具有强大的攻击力 随着日晕的出现 战争很快就会爆发 好的 以上是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多多留言 这对我们的支持很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